一家三口出国玩 换上和服 开心留下合照纪念 怎么看都是和了荣荣的小家庭 但就在张妈妈过世之后 轻微失智的张欣老翁 瞒着女儿捐了上亿元的酒户房产给行天宫 张小姐才刚怒扣妙方 受赠过程搞黑箱有疑虑 没想到隔天就有人爆料 她其实是养女 还常年武力爸爸 也难怪要把房产全部卷出去 妈妈走之后 我跟我爸就是没有透过我妈然后去沟通 所以我们的沟通会比较困难 会有一些磨合 对 所以你说什么叫做不和呢 因为我认为大家都会跟爸妈吵架 陈亲飞亲生不代表亲子关系疏离 但爆料人指控的巨细迷遗 说张小姐资已挥霍 尤其张妈妈过世之后 不到一年就用掉上百万的保险金 还无心神棍花粉数万元关落英 更批评她弃爸爸不顾 甚至常跟朋友开玩笑 说自己以后会有大笔遗产 不需要工作 甚至年过三十还从来没有工作过 在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 就是读硕士论文 在那中间我有去国家 那种国家教育研究院打工 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然后我去那时候我学了一年 然后那时候他还有送我那个心骨 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热心的老师 为了澄清特别找来家教学生 帮忙说明证实自己真的是钢琴家教 不过又有刺激师姐指出张小姐说辞有出入 因为志工不仅不知道老翁家哥换门锁 也没替过父亲应该要去看精神科 面对一连串负面指控 做女儿的选择正面回应 但家传曝光接连被质疑 已经让他身心俱疲 静新闻草云区尾采访报道 立刻上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